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今天对美国国会参议院 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以及另外一项有关香港的法案 表示极度遗憾 政府发言人说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以及另外一项有关香港的法案 既无必要亦毫无理据 更会损害香港和美国双方的关系和利益 自回归以来 香港特别行政区 一直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 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充分体现一国两制得到全面和成功落实 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市民安居乐业的最佳安排 特区政府会继续坚定不移地 按照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发言人说 基本法赋予香港的独特地位 非任何其他国家单方面施语 发言人重申 外国议会不应以任何形式 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 工资予你